对,这个刘家昌老师呢,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创作行业当中算是蛮大的一个奇迹啊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,他在他全盛时期,每一年我看起码有十几二十首现在说是Hit的歌曲 那就是这样的状况,就是人现在的这个词曲作家来讲都不太可能完成 那我自己在我还年轻的时候,还小的时候,因为我是五八年生的嘛 所以七零年代的时候,刚好是我在求学的时候,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功课很坏,我不太会念书,然后我又念一个技术学校,要坐车很远这样 然后我离家,每次离家,一个礼拜回家一次 然后要再回学校的时候,心情都很坏,又不敢跟家里讲说我功课很烂 我就坐在那个台北车站的噴水池前面,就会唱这个歌,我往哪里去这样 其实我觉得刘老师的歌,旋律很简单,他用的和弦也很简单,没有... 可是就很容易打动很多人的心,他很多歌都是Dola Faso就写完了 三几分钟就能完成一首歌 对,可是他有绝好的melody sense,就是他知道哪些旋律的patterns是大家会很喜欢的 然后...也许...